比如说我跟长辈的时候 我跟父母啊什么的时候 可能就是用华语跟广东话比较多 但是我跟我的侄儿侄女 讲话的时候其实都用英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加入联合报数位版 Podcast单元远方 我是主持人蒋宗玉 大家都说语言教育要从小扎根 那么年纪越小 学习效果是越好 台湾去年就开始推动了 双语教育的基础科工程 那么借近新加坡的经验 希望能够扩大接轨国际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之下 人人都成为精通双语的百邻国吗 那么今天的远方我们一起来聊聊 邀请到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工作者 明永昌 小明欢迎你 大家好 欢迎 因为我们先要知道的是说 在新加坡大家都觉得 讲到英文好像新加坡人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大家都很好奇的是说 要讲到双声道或者是多声道 这个学语言的过程 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 像在台湾大家很常讲的 就是华语里面就包含了普通话 还有闽南语 那么在新加坡 您自己分享一下您个人经验 您是双语使用者 还是多语言的使用者 我是一名双语使用者 主要在新加坡我主要用的是英语跟华语 但其实你说我是多语言使用者的话 可能也对 因为我也讲一些广东话 尤其是在家里 还有跟那些讲广东话的朋友 然后也学过一些很基础的日本语 日语 所以可能去日本玩的时候 就可以用日语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特别讲广东话 是因为祖籍的关系吗 因为祖籍的关系 我祖籍广东南海 然后我父亲的话 他也是会讲广东话 然后从小的话 因为我是从香港移民到新加坡的 很小的时候 所以我就会在家里还是讲广东话 所以其实能不能成为这个多声道 或者是双语言的使用者 其实就看你家里面讲什么 这从小学会耳濡目染 也就很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其中一样语言 那么到了社会上工作 或者说念书的时候 学校跟社会上使用的语言 可能又不一样 这会造成另外一个情境 自然而然你就会再多学会好几种语言 好就我们了解的 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 就像刚刚小明所说到了 包含了英语、华语 那么另外还包括了这马来语跟泰米尔语言 就您自己个人的经验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您会几种官方语言 还有这官方语言 把它定调成这四个 有没有一些背景 跟时空的因素呢 其实我只会英语跟华语 这四种官方语言的话 在新加坡其实蛮正常的 因为虽然我们说 四种官方语言是 英语、华语、马来语 跟泰米尔语 但这四种语言不是说每个国民都会讲 而是说因为新加坡的情况 它是一个比较多元种族的一个社会 去我们有马来人 我们有印度人 通常他们就会学习他们自己的母语 而我们华人的话就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华语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多元社会 所以就形成了多语言 这样子的官方语言的情况 所以其实这也代表就是说 大家在族群融合当中 也有彼此尊重这样子的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 我觉得这对于台湾来说 其实台湾现在也很努力 在推行这一方面 所以台湾也是在推行很多 包含我们一些族群的语言 这种保存的运动 或者是文化的扎根 其实也都在进行当中 因为我们小小明 现在虽然是教育工作者 不过您过去也在媒体当中工作 这个经验其实应该会看到 更多的社会现象 就你过去这个媒体经验的观察 你自己觉得说 像新加坡采取这双语政策 有没有一些优势 但是在你生活当中 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呢 双语政策指的是就是英语 然后再包括你自己的母语 这个是基本的 其实很多新加坡人也除此以外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话 也学习一门外语 其实很多其实不只是双语了 是三语 我觉得新加坡的话 首先是英语 它作为工作语言的这个优势了 因为这是新加坡跟国际接轨 和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另外就考虑到新加坡 它是一个多元民族 刚才我提过 有华人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它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 那英语它是作为一种跨族的一种工作语言 它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选项 因为如果新加坡华人占大多数 然后新加坡就选择华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话 那肯定会引起这个非华族的不满 他们会觉得说 华人会得到不公平的这个竞争优势 所以至于除了英语以外 刚才讲到说双语的优势 那除了英语以外 我们还保留母语 一方面就是各族他懂得自己的语言 他比较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 因为跟同族人沟通也比较亲切 那毕竟是自己的语言 那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 中国、印度、东南亚 其实都是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 那如果你懂得这些地区的语言 你说是印度的一些方言也好 印度的泰米尔语也好 或者说中国你说华语 或者说是其他中国的一些方言也好 闽南语、广东话等等也好 我觉得说都是便于 我们跟他们发展商贸往来 还有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新加坡的话不懂英语 我觉得对生活带来的困扰比较大 因为行政语言毕竟还是英文为主 路标、公共交通的广播、政府公文等等 其实都是以英语为主 现在他们不一定是四种官方语言的版本都有 可能有些情况的话它只有英语 因为其实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推行 这个英语作为这个官方语 这个不是官方语言 就是英语作为一个行政公文语言的话 很多时候已经 以前过去新加坡刚刚建国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四种官方语言来说明 因为很多人还不懂英语 但现在其实新加坡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基本上国民都会讲英语 所以很多时候就不一定有四种官方语言的版本 所以在新加坡的话不懂英语的话困扰比较大 但是不懂母语、不懂华语 或者说你不懂马来语或者泰米尔语 困扰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毕竟在新加坡 它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人种的人都在新加坡生活 大家都是用英语为沟通 所以不懂华语、马来语的话 其实比较没有关系在新加坡 好 所以小明其实点出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主要三大族群 包含了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方语言里面 包含了华语跟马来语还有泰米尔语 但是行政的语言 也就是所谓主要的使用语言 在跨族群沟通的时候是使用英语 如果你真的不会这所谓的行政语言 英语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寸步难行 刚刚小明其实也跟我们点到了 就是关于新加坡这个语言政策的一些时空背景 那我们这边补充一下 也就是在1966年的时候制定了这个双语的政策 那么一直到了1987年 确立英语是为主 那么母语为辅 当然这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够接轨英语的世界 同时也在多元族群当中提供一个共通语言 也就是英语了 好 小明那我们回到你现在的工作 您现在在这个教育机构服务 你自己碰到的学生们对于这双语政策态度 是觉得习以为常呢 还是说 哎呀反正我只要会这个行政语言 英语就好了 所以特别偏重英语 对于母语就相对的不是那么重视 因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从1966年就开始了 所以当然也是实以为常的 所以双语是肯定是没错的 但也肯定是偏重英语 刚才我也提到了为什么偏重英语的原因 它毕竟在英语在新加坡工作跟生活的重要性 它是远大于其他语言的 基本上除非你是重新一个比较特殊的 你跟比如说中国市场相关呢 或者说你是一个华文华语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啊 或者文化推广者 不然的话 其实你在一般的工作里面 你不太需要用到母语 母语更多是你连接你自己的文化 你连接你的家人 种族 族群的时候 所会用到一个语言 所以一般家长对于学习双语的态度 一定是 不管家长也好 学生也好 一定是要先把英语学好 母语华语 这是其次 如果没有能够 掌握好两种语言的话 那肯定是要先学好英语 所以在新加坡 接受过 十年基础教育的年轻人 通常都是 在学校里面都已经会 学到英语跟华语嘛 但是 依然没有把中文学好的人 其实还不少的 虽然已经 接受过十年的基础教育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觉得中文太难学了 就觉得汉字的笔画太多 很难写 那英语的话 相对来讲 对他们来讲比较简单 而且又是一个更重要 在新加坡来讲 更重要的一个语言 所以大家普遍 年轻人来讲 普遍是英语比华语好 好 所以这个现象 其实也出现了 也就是说 大家在外面 不管是念书 工作也好 普遍都在讲英语 但是回到家里面 就要看家里面的家庭状况 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 跟自己的小孩子们 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沟通 好 所以其实听起来 小明其实在家里面 跟这个爸妈或长辈 在沟通的时候 可能会讲一些广东话 或者是华语 那在您自己身边的 这朋友圈当中 也会是类似这样的家庭情况吗 还是说有些朋友 他们的家中 可能觉得英文很重要 他就全部都用英文沟通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新加坡情况 我告诉你实在是太多元了 就是很难以一个家庭 或者说就我 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作为可以可以 就是把所有新加坡的情况 都说明白 因为新加坡确实很多元 其他种族的人也很多 然后混血的人也不少 还有来自国外移民 来新加坡的人也不少 那不同的家庭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背景 然后他们与语言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就比较主要的 几种情况好了 一种就是是新加坡华人 但是他们完全不说华语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 很早以前 就你可能是讲到 郑和时代 就已经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华人 他们是已经在地化 已经非常在地化 然后他们可能会 他们虽然会认为自己是华人 Chinese 但是他们会更善于用英语 跟马来语 甚至是马来语来表达自己 然后就完全 家里是完全没有这个华文的背景 但也有一些比如说 从最近这几年 很多从这些华人社会 移民来新加坡的人 你说中国大陆也好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华人 移民到新加坡 他们可能在家里 就是一口非常流利的华语 所以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华语 他们可能是觉得 那个程度太简单了 然后根本就是跟台湾 跟中国大陆相比的话 太简单了 根本没有挑战性 所以你看像华语的程度 不同的家庭就已经有很不一样的程度 那你再何况是 比如说马来话 太米尔话 其他的元素也加进去的话 其实新加坡的语文程度 真的是很不一样 五号八门可以这样说 好 其实听小明这样讲 就是觉得说这个时空背景 可能还牵涉到所谓的早期移民 跟近期的这个移民 所以也形成了这个 新加坡非常多元族群 跟这多元文化 还有多语言的一个现况 不过我相信其实有一部电影 大家应该有看过的话 应该都会觉得 大概不难理解 刚刚小明讲的这一段 也就是亚洲疯狂富豪 大家可能就会看到这个 就会发现 其实你到新加坡 真的发现很多华人面孔 但是maybe他只会讲英文 或者是说 有些他可能在家里面跟长辈 他只讲华语 但是他出到外面社会以后 大家还习惯用英文沟通 我相信这个就完全就是一个 新加坡的写照 不过这当然背后还跟这个教育政策 跟教育的背景有关 也就是新加坡在英语教育当中 十多年来大家就在说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计划 叫做英语学习跟阅读策略 也叫做简称叫做Stella Strategy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Reading Program 那目的是希望能够建立 学生在学时期的时候 这个英文的说跟写的信心 好小明我想跟你请教的是说 新加坡在强调英语教育的同时 学校有在提供母语教育吗 那对于双语是必修 还是说这单纯只是个人的选择而已 当然新加坡说 我们有四种官方语言 那怎么体现说这个官方语言 就是说新加坡学校是会提供母语教育 而且也是必修 因为三种母语 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这个是有法定地位的保障 既然我们说这四种语言 就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跟泰米尔语 它都是官方语言 所以政府它就有这个必要提供这四种语言的学习 这才是一个官方语言的一个法定地位的一个保障 除非是一些特别情况 就是一些学生是不需要修这个母语的 比如说一些学生他不属于华人 也不属于马来人或者印度人 他有些他可能就是混选 或者他就是不identify themselves 是华人或者马来人或者印度人 所以他们就有特殊的例子特殊的情况 就不需要学习这三种母语 或者说他是一个外国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 否则的话 其实一般的情况的话 我们的学生都是必须要同时学习 这个英语跟母语的 所以也就是说有法定保障的这个地位 大家对于母语的重视 还是相对的有它一定的重要性 那我比如说假设我是外来移民 或者是外国人到新加坡工作好了 或者说去念书好了 我可以自己说 那我也想学一下泰米尔语 或者想学一下马来语 我可以主动去选修吗 如果你是学生 像我们先讲学生好了 然后你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体制里面 你上的是小学 你上的是中学 你上学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这个选项 就即使你不是华人 但是你除了英语以外 你需要选修一个第二语言的话 因为你不称它为母语 它不是你的母语 但是你选修第二语文的话 你是可以选修华文 马来文 泰米尔文 或者是其他那间学校 offer的一些外语 只要你是学生 对对对 那至于说你如果你是工作的话 当然新加坡也有很多的这些教育机构 提供这些语文的学习 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等学府 我们的大学 还有我们的一些语文中心 也会提供这些语文的学习 嗯 不过当然你去工作的话 就得自己付费了 等于是自己付费 或者是如果新加坡其实有一些 政府的一些补助 因为新加坡鼓励工作人士终身学习 这个也是他们提高竞争力 提高他们这个 就是未来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提高他们的工作机会的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你是愿意 比如说你的华语不好 你小时候你没有把华文学好 但是你长大了 你后悔了 你工作的时候 你想要学习华语 其实政府是有很多的一些补助 让你可以在一些机构 在一些语言中心里面学习华语 这样子 嗯 好 也就是说刚刚小明提到的 主要的语言以英文为主 那么再来就是你自己的母语 当然你可以再去选修 这第一外语啊 第二外语啊 这些其实都是有option 可以让大家自由选择的 但如果你学生来讲的话 每个人学生的程度不一样啊 但是官方又以英语 作为主要的沟通语言 这些学生如果跟不上英语 学习进度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补救办法 该怎么办呢 嗯 刚才主人提到这个Stella这个策略 其实Stella这个策略的话 就有照顾到他不同学生的 这个学习程度 老师应该采取怎么样方法 让学生跟上 但这个涉及到可能一些 教育工作者才会比较感兴趣的 一些教学法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不再理你阐述了 但其实在新加坡的话 如果你从小 你跟着这个进度 从小在新加坡学习 生活学习的话 英文程度的差距 也许在新加坡 它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从小 你幼稚园 你就在新加坡学习 然后你小学 这样子跟上去的话 我不觉得在新加坡 这个英语的程度的差距 是新加坡最大的问题 反而更加突出的是 这个母语的程度问题 那母语的程度的问题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人种实在是太多元了 我们的家庭背景实在是很复杂 从完全不讲母语 不讲华语的家庭到 很华语讲得很流利的家庭都有 所以在新加坡其实更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母语的程度问题 那我们有的华人家庭 是从来不讲中文的 只讲英文的 刚才我举过一些例子 有些家庭在家里是 不讲中文的话 他们上学的时候 上华文课的时候 就会比较吃力 那也有一些孩子的话 他们家长很重视中文的 就是对传统文化什么 也很重视的 他们的中文底子 可能就打得很好 甚至觉得学校的 华文程度太简单 所以班上学生 华文程度不一 才是新加坡比较 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非常考验 我们的华文老师的 我们的华文老师 需要特别的用心去照顾 不同中文程度不同的孩子 有些甚至不是华人 但是他们选择了华语 我们有一些马来人 他们可能因为觉得 华文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可能 中国的市场 发展很蓬勃什么的 他们可能选择了华语 但是他们的华文程度很差 他们就是单外语来学的 那这个很考验我们的华文老师 有些学校 他甚至会采取不同 分班的一种方式 就是程度比较弱的 学生在一班上华文课 程度比较好的在另一班 这样子比较不会互相影响 或者就是给程度比较弱的 一些学生额外的补课 好 所以小明其实刚刚把我们先点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母语的困境 也就是说当你从学生的身份 从校园走入社会之后 基本上你的英文沟通能力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反而是母语可能逐渐的慢慢就流失了 甚至视为这样的状况 可能也造成所谓文化传承跟文化断根的问题 好小明我想跟你请教一个个人经验 你自己在生活跟工作当中 你使用英文跟母语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我自己比较特殊 因为我从事的是华文教育相关的一些教育工作 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用中文的比例比较高 占七成左右 也不是百分百 原因是因为我们行政语言还是英语 所以我们跟校方沟通的时候 行政的语言其实用英语 但是学生来学习的时候 是学习华文 是学习比如说中华文化之类的东西 所以那部分的话会是中文华文 但行政语言跟校方沟通也好 跟政府沟通也好 跟外界沟通的话是用英语 那不过其实在新加坡一般的工作 不太需要用到母语 除非你的客户是包括了讲中文的人 或者你的业务是涉及到中国市场 甚至台湾市场这样子 可能你会使用到华语的机会就比较高一点 好也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 然后讲英文 然后教学的时候讲华语 然后回到家 偶尔跟长辈讲一下广东话 然后时不时如果跟日本的朋友联络 再换个日文 对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就是说 像你这样通晓双语 或者说多语的情况是普遍的吗 那你自己身边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吗 都非常精通口语跟书写不同语言的人 算是多了吗 其实在新加坡的话 双语可能多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多元 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都会遇到 马来人啊印度人啊不同人种的人 所以这个可能跟台湾的这个社会情况不太一样 但其实你可能也得要定义一下什么叫通晓 因为通晓双语的话通晓这个可能这个要求门槛比较高 如果你只是口语会说几种不同语言的话 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 大部分的新加坡人至少两三种 四五种也不奇怪 我们很多马来人其实会讲一点点华语也说不定的 印度人会说华语也说不定的 会讲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大部分新加坡人几种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写或者是读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比如说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在学校毕竟还是学了几年的这个华文 他们讲华文讲中文没有问题 但可能读写会比较差一点 你知道他们可能报纸 中文的报纸你叫他读 他可能没有不完全读的会 他们可能写很多汉字不会写 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就小的时候学习 没有把华语学姐很认真 有些汉字的笔画不会 但是你跟现在不能沟通 可能用华语跟用英语 甚至有些人用马来语 用大米尔语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基本的口说 大部分大家都没有问题 但是读写就是一个很重要 是不是精通的门槛了 但是你刚刚有讲到 其实也有一点就是让大家可能觉得说 我今天会讲就好了 但是因为中文笔画很多 拼音很多 然后这个同意字又很多 我相较之下 我可能就缺少了一点 去学习这个华文的母语的动力 所以这可能也会造成 我们刚刚在讲到 所谓这个双语优势 可能会逐渐流失 或者说母语逐渐视为这样的现象 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说我想请您 以您个人的观察经验来看看说 新加坡的社会会是相对重视 英语的一个社会吗 有没有所谓大家觉得英语就是比较进步的语言 有这样的霸权现象吗 或者说我把它区分成语言有所谓等级上的差异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其实我肯定是相对重视英语的 这个我觉得也不必忌讳或者怎么样的 虽然英文和中文同样是官方语言 但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地位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讲到司法 你讲到行政 你讲到商业用语学术用语 在新加坡肯定都是英语 肯定不会是华语 华语在新加坡没有到这个司法的地位 没有到这个行政的地位 商业学术主要也还是英语 除非是一个特殊情况 除非你是念中文系 比如说这样子 在新加坡很多情况的话 你其实只有英文的标示或者说明 它没有其他三种母语 你所有标示如果都放四种语言的话 其实成本也很高 对不对 那我们未必是把 我觉得新加坡它未必是要把语言分为优劣等级 或者说什么第一等第二等 或者说想要歧视某种语言 我们不是这样 但是从很实际的考量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或者说一个很practical的问题的话 新加坡不可能什么都提供四种语言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英文肯定是优先 肯定是优先 那如果你说霸权 因为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是不是一种霸权的现象 那如果你说霸权 就是采取各种措施资源 刻意的去让英文在行政上 经济上 文化上 社会上 各个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话 那我想新加坡确实 政府确实存在某种霸权 因为新加坡决定独尊英文 但是新加坡他决定独尊英文 他自己很现实的 甚至是地理地缘环境的这种考量 在某个程度上 你说这是霸权 但他其实也是不得已之选 虽然新加坡人口以华文 华人居多 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种族的感受 你不能够很强调华文 然后马来人不高兴 印度人不高兴 那新加坡需要确立一种行政语言 是不同种族都要能够接受的 那想想看 好像也只能是英语 另外就是你要看看新加坡 处于东南亚 邻国马来西亚跟英尼 他对这个种族宗教的议题 都很敏感的 那新加坡如果因为华人居多 然后就把行政语言 定为华语的话 那可能会挑起 这个邻国的一个敏感神经 那新加坡肯定是不希望 太过强调自己是一个华人社会 而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这样才不会因为 因为这个种族的问题 宗教的问题 而挑起这个邻国的一个敏感神经 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也就是像小明所说的 其实新加坡官方的本意 是提供官方四种语言的法定地位 但是在实务操作上 形成的社会现象 可能就会有所差异了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就是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 2020人口普查当中 就发现到一个现象 48.3%的民众 在家里面是说英语的 这比10年前 也就是2010年的32.3% 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 而且在家里面说母语的比例 也都有所下降 比如说像华语 是从2010年的35.6% 一路下滑到29.9% 那么马来语跟泰米尔语 也分别从12.2%到3.3% 下滑到9.2%到2.5% 其实听起来这四个官方语言里面就只有英语 是大家普遍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华语 马来语 跟泰米尔语 使用在家里面跟自己的长辈 或跟家人 反而都是下降的 你自己出自这个华人的家庭 而且你刚刚讲 你讲这个普通话 也就是华语当中的 也包含了广东话两种 那这个家庭成员互动的主要使用语言 大部分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这可能就是跟这个 我们讲的广东话 是因为祖籍的关系 跟长辈的关系 但是在家里面 你们会用英文吗 还是说你们会刻意来教小朋友 说要学习中文 来保留语言这样的优势 其实我们的家庭情况 非常的反映了 刚才您提到这个统计局的数据 又说我跟长辈的时候 我跟父母啊什么的时候 可能就是用华语跟广东话比较多 但是我跟我的子儿子女 讲话的时候其实都用英语 不是因为说 我们不想教他们华语 我们肯定希望他 懂得怎么讲华语 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希望他 可以讲点广东话 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现在很小 他们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多两岁这样子 他们从小在新加坡长大 他们的就小朋友朋友也好 他们看的都是英语的这些卡通片 还有这些跟他们呢 比如他们上幼儿园 跟其他小朋友交谈 也比较习惯用英语 所以有时候你刻意的 你为了想要让他学华语 你可以跟他讲华语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很多东西他不懂 他华语的那个词汇量不够 所以如果你要跟他谈多一点 或者说你要让他谈得比较 有兴致的时候 你还是得用他们比较熟悉的语言 就是英语 所以我虽然是希望 我的职儿能够学华语 但肯定他们上学之后 他们上小学以后 他们肯定也会接触到 这个华语教育 双语教育的 但是我比较习惯跟他们用英语交谈 原因是用英语的话 他们比较明白我在说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是在沟通过程当中 这所谓使用语言的平衡差异 你当然跟长辈突然讲英文 他们可能也不是那么习惯 一定听得懂 但是可能感觉那个距离感就出现了 反而就不像是家人之间的互动 但是你跟小朋友在沟通 你跟他讨论说这卡通好不好看 你突然跟他讲华语 或跟他讲中文 或讲普通话 或广东话 他可能突然 你在说什么 这种反应对不对 同样的卡通 有的卡通不是有华文版本 跟英文版本吗 英文版本他看得明白 但用华文的话 他不完全看明白 因为他的华文程度没有那么好 是 就是说那个笑点 他可能自己也抓不到了 用华文的话 他肯定抓不到 好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是华语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 不管是普通话也好 广东话也好 还是在使用主要的官方语言 在新加坡会呈现一个很多元的状态 就像刚刚小明讲的 在家里面就有这样子多元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时空的背景 就是2019年的时候 是新加坡讲华语运动 4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 那么当时李显龙总理就提出了 他说华人家庭 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比例 过去20年来是急剧上升 当然这也呼应了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大家在家里面 使用母语的比例下降的现象有关 那么包含了马来跟印度裔的族群 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 所以当时总理李显龙就说 必须要承认新加坡正逐渐失去了 双语竞争的优势 这边跟小明请教的是说 就你个人的观察 双语政策是让大家双语精通 还是说我其实会讲就好 还是说会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 是双语使用者结果都呈现语言的半调子 反而失去了双语跟多语的优势呢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新加坡讲华语运动 其实新加坡讲华语运动40年前 因为2019年是40周年 刚开始这个运动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华人 很多的时候他们是用自己的方言 而新加坡的华人来自 比如说闽南地区广东地区 然后还有潮汕地区 其实他们在新加坡 我讲的是上一辈 比如说我们家长那一辈 他们可能更习惯的就是讲他们自己的方言 潮汕话 广东话 闽南话 所以当时候推行这个讲华语运动 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当时他不希望 就是不同籍贯的华人 彼此不了解对方 彼此不明白对方 所以就希望就是本来他们是讲不同方言的 他们可以改说华语 就是台湾的博语 或者说大陆的普通话 当时是因为这个理由而讲华语的 但是40年后今天比如说2019年 当新加坡讲华语运动在庆祝40周年的时候 整个新加坡的社会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新加坡讲华语运动是鼓励大家讲华语 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讲华语讲英语 以前是为了方言嘛 以前因为大家讲方言而推行讲华语运动 现在我们每年还推行这个讲华语运动 是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爱讲华语 不爱讲母语 其实也包括马来人不爱讲马来语 或者印度人不爱讲大米尔语 其实因为现在我是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 所以可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华人的情况 但是马来人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印度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其实是更忧心的 因为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种族比例在新加坡更小 所以他们用大米尔人 大米尔语的人更少 或者用马来语的人更少 其实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母语 越来越弱化是更担心的 然后刚才主持人有问到 据我的观察 双语政策是否让双语精通 还是双语使用者呈现半调子 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想新加坡也意识到 很难让每个人都精通双语的 这是比较难达到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政府会提供 这个学习双语的机会 学校也好 或者说你毕业后 你工作以后 你想要进修也好 政府都会提供这个 学习双语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学的话 但是到头来 真正能够精通 讲的是精通 而不是只是口语上的流利 能够精通双语的 也许只会是少数 变成是教育者 对不对 他必须要很精通 才能够继续传承 因为多数人的语文能力 可能英文比较强 中文比较弱 他们足够能够应付他们的日常工作 日常生活就很不错了 他们不会觉得说我需要很精通 而且新加坡意识到 就是部分新加坡人 有这个英文说不好 华语也说不好 这样的半调子的问题 我觉得新加坡政府除了 想办法提升师资 改善教学法 或者鼓励大家终身学习 进入部的提升语文能力以外 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施行 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擅长语文的 比较有这个语文天赋 但有些就是没有 就是语文就是不好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说 以前新加坡人大多会 好几种语文语言 以前会多语吗 我又会一点马来话 又会一点印度话 又会不同的方言这样子 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邻居不同人种 他们当时受的教育程度不高 英文也不会 那他们只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 所以你跟他们沟通 你只能够也学一下他们的马来话 也学一下他们的米南话 也学一下他们广东话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上一辈的新加坡人 就会好像什么话 好像都会讲一点 但是都半调子这样子 可能半调子 我是华人 但是我会半调子 我会一点点的马来话 我也会一点点的其他方言 那跟邻居沟通没有问题 但那个环境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环境就是 大家都是受英文教育 大家的英文都讲得好 而且都是把它当成行政语言 所以新一代的新加坡人 其实没有觉得 可能没有必要说 我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多语 多语的意思就是英文 英语以外的其他的一些语言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必须承认 可能新加坡真的 已经开始失去了 双语或多语的优势 而更多人是以英语为主 但我们还是会 执行这个双语政策 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给 想要学双语的人 一个这样的机会 而且对于 新加坡政府来讲 母语其实还是重要的 也就是说 虽然主要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是对于母语的重视 赋予法定地位 表示说这是跟我们 不管在文化传承上 或者说在沟通上 在母语的保存上 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语言很多元 就比如说像在中国大陆好了 你虽然有很多的方言 种类很多 但是还是必须统一 等要用一个普通话 来作为主要的沟通语言 这样才不会造成 大家的沟通落差 就比如说像华语的范围很广 包含我们刚刚讲到几个 广东话 闽南话 潮汕话 客家话 普通话 哇 这么多的范围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只是说要鼓励大家 母语的使用 才能够来进行文化传承 好 但是在新加坡 我们最后想跟小明请教的一个是 以您个人的观察 如果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都是以英语为主 现在有没有一些母语补救的办法呢 其实母语补救 我觉得现在新加坡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开始有点意识到 我们不能 我们以英语为主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失去母语 因为母语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根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懂英语 然后其实英语它不是我们的文化嘛 我们不是我们亚洲的文化 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然后如果我们用英语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是有一个隔阂的 我们还是尽可能要用母语 我们自己的语言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 所以这会什么 就是说虽然 我们说很多年轻人 其实现在华文很弱 都是英文比较好 都是英文为主 但政府还是要坚持 学校一定要把 一定要教这个母语 哪怕你程度不够好 至少你从小有接触 也好 那很多人 可能小时候 他们没有认真的学好母语 他们觉得说母语不重要 英语比较重要 母语不重要 然后就没有把母语学好 可是他们可能长大后发现 其实母语还是需要的 因为毕竟现在 在全球学习华语的人 也越来越多 是一个热潮 这跟中国的崛起也有关系 跟整个亚洲的发展也有关系 同样的 马来语在这个区域 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去到这些地方发展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学马来语 印度其实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也有很多机遇 所以母语不是不重要 这个是新加坡政府想要跟年轻一代 传达的一个信息 虽然英语还是国策来讲 英语还是我们行政语言 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语言 但是不表示说 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执行双语 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成为一个双语的使用者 很多没有学好母语的 长大后发现需要用到母语 才想办法把这个语言学起来 其实这样的人不少的 在新加坡 就长大后发现自己 需要用华语沟通了 需要跟讲华语的人联系了 或者跟中国的什么客户要联系 他们才再去把这个华语学起来的人 其实也不少 这是回头才意识到的母语的重要性 比如说很简单 台湾人可能也会懂得的一个例子 林俊杰 林俊杰他在新加坡的时候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没有怎么样把母语学好的 他是一个主要与英语沟通的人 但是他来到台湾发展的时候 他需要去讲华语的时候 他需要去从事音乐事业 需要去唱中文歌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去再去把这个母语 再去把这个华语学起来 林俊杰他是从事音乐事业 他有这个需要 其他新加坡人从事的别的一些行业 可能也是需要的 比如说一个医生 新加坡医生是一个精英 他可能从小他都是讲英文 讲英语这样子 但是当他真的成为一个医生的时候 他需要跟讲华文的这些病人沟通的时候 他也被迫必须要去学点华语 不然他没有办法跟这些 讲华语的这些病人沟通 等等的一些情况在新加坡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虽然说英文很重要 但华文不是不重要了 对就是这样 好理解 小明刚讲了这么多 也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在地的观察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大概就是说 英语主要是沟通工具 但是要保存好母语 才是理解族群文化的根本 我想这样的理解 应该也是小明这一次 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在新加坡当地的观察 当然大家听小明 听起来倒是没有那么新加坡人的感觉 因为他的华语讲得非常的流利 不过这当然也是因为从小扎根 我的背景也是有点多远的 就是说我 对对对 好 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小明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也希望下一次远方还有机会 再邀请小明来跟我们分享 在新加坡更多的点点滴滴 今天非常谢谢小明 好谢谢你 谢谢 好我们远方的听众下次再见了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导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卫版邀请您订阅支持